今年德云社开年可以说是诸多不慎 岳云鹏孙岳无缘春晚 郭德纲两档春晚被撤销 而且还传出绯闻消息 让粉丝们担心不已 虽然坏消息不断 但粉丝们确实义无反顾的支持着德云社 小剧场可以说是常常爆满 如今也传来了利好消息 近日副总岸云平做客了不起的家乡 在线与观众进行互动 在互动中 岸云平也透露德云社近期的计划 首先就是窝头会馆 窝头会馆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而且据岸云平透露 郭德纲 于谦 还有张国立老师都在一起排练话剧 每天下午一点半集合 到晚上八九点钟结束 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窝头会馆预计会在天津 进行首演 第二个就是德云斗校社第三季的录制 但近日有不少网友透露 德云斗校社第三季 可能会大换血 岳云鹏曾在录制新综艺 新游记时透露 严敏导演告诉他 团宗第三季常驻阵容 可能只保留七人 鸾云平 孟贺堂 秦潇贤大概率会缺席 鸾云平采访时也说过 下一季我就不跟他们玩了 年纪大了 跑不动了 而孟贺堂 秦潇贤缺席的原因是 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天府茶楼 今年五月份开机 要准时进组 拍摄周期是四个月 与团宗撞七 于是保留了哪几位或者又新增了谁 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 第三个就是北纬路甲一号的上映 相信很多喜欢德云社的朋友都知道 北纬路甲一号是北京德云社的大本营所在地 德云社正是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他们将重新演绎师傅郭德纲 曾经走过的路和吃过的苦 他们将饰演一个个在小园子里谋生活的小人物 在学艺和表演的过程中 不断地改变着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理解和感悟 这部剧也是揭露德云社的师兄弟们 很多不为人知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无论是窝头会馆 斗校舍 还是北纬路甲一号 可以说都是粉丝们期待的 据鸾云平透露 北纬路甲一号孟赫堂已经开始录制主题曲 相信不久就会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